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减肥中医上认为香蕉性繁 如果是脾胃不好的人群 吃了之后会加重肠胃的压力 从而出现腹泻腹痛等症状 针对这样的人群 我们可以拿香蕉醋 以及黑糖的香蕉醋 每天三餐时间喝上三汤匙香蕉醋 能够起到一定程度上的减肥功效 而这种做法是来源于日本的减肥法 如果觉得味道上很浓的话 还用冷开水稀释 在饭前食用就可以起到很好的功效 香蕉的食疗效果 三 润肺冬天天气寒冷 体质虚弱的人群就容易出现感冒的症状 如瘤鼻涕 咽喉干燥等 中医上认为香蕉性寒 具有清肠 清热润肺 吃饭渴 节酒煮等功效 从营养学的角度上来说 香蕉中含有丰富的甲元素 维生素A 胡萝卜素 多种维生素 以及矿物质等营养成分 特别是和口干烦淡 咽干喉痛者 大便干燥 有痴疮的人群食用 会有一定的疗效 那有的人说变黑了的香蕉能不能食用呢 如果香蕉的外皮是黑的 里面的果肉没有黑 那么这样的香蕉是已经熟透了的表现 口感上也会更香甜 是可以放心食用的 但如果不仅是表皮上变黑了 里面的果肉也是黑的 那么这样的香蕉就要注意了 已经到了严重腐烂的程度 出于健康上的考虑 就不要再食用了 各位朋友 你喜欢吃香蕉吗 通常会怎么食用呢 不妨在下方评论中留言 分享给我们的营养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